科技教育艺术跨界融合 欢迎来到语文大师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香心 梦不成 故缘无此生 纳兰信德 原名纳兰成德 自荣若 号 棱茄山人 满洲正黄旗人 清代著名词人 词封清历哀晚 韵味悠远 被誉为秦初第一词首 纳兰信德自幼饱读诗书 文物兼修 年纪轻轻便高中近视 神授康熙帝的赏识 多次随驾出巡 康熙二十一年冬 皇帝因云南平定 出关东巡 祭告祖陵 纳兰信德也一同前往 山海关外风雪凄迷 苦寒的天气引发了他对京师中家的思念 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长相思是词排名 山一城 水一城 身向鱼关 纳盼行 夜深千丈灯 城 指陆城 山一城 水一城 即山长水远 鱼关 即山海关 纳盼 纳边 至关外 将士们跋山涉水 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 夜已经深了 千万个帐篷里都点起了灯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香心 梦不成 雇员无此生 羹 旧时一夜分五羹 每羹大约两小时 风一更 雪一更 指整夜风雪交加 咕 声音嘈杂 这里指风雪声 夜里风雪交加 狂风暴雪的声响打碎了将士们 思乡的梦 那远在千里的家乡 是没有这样的声音啊 上雀 山一城 水一城 运用反复的修辞 强调出路途的艰难曲折 声像鱼观 纳判刑 强调 声像鱼观 也就暗示出 心像惊师 思乡之情 也就不言自明了 经过白天的长途跋涉 到了夜晚 醒君之人应当非常疲惫 然而这里却是夜深千丈灯 为什么 几率劳顿之后 神夜还是灯火通明呢 下雀 风一更 雪一更 继续运用反复 描绘塞外疯狂雪咒 惊久不息的场面 此处是以哀景趁伤情 风雪在图 思乡之情更烈 锅碎香心 梦不成 呼应上雀的夜深千丈灯 回答了深夜真人不能入眠的原因 锅字突出了风雪声响之大 碎香心 用夸张的手法 表现出慈人整夜辗转难眠的状态 这样风雪肆虐的夜晚 慈人不觉回想起 故缘无此生 这边塞苦寒之地 怎比得了中灵绿秀的京师 此生更加重了慈人 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全词以白苗的手法 描写君旅之艰苦 晚静之恶劣 抒发了词人 对家乡的深切思念 常相思 清 纳兰信德 山一成 水一成 身向余观 纳盼行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香心 梦不成 故缘无此生 语文大师 文以再到 下节课见 打开微信 点开右上角加号 点击添加朋友 选择最下面公众号 输入语文大师 关注即可获取更多免费课程